对啊,很有影响力,可是没有信息 只有影响罢了 只有身上挂的十字架 家里也挂了十字架 车上也挂了十字架 每个地方都有十字架 外表上的那种影响力而已 如果你要有内在的影响力 你从里面发出来的那种影响力 别人看到你啊 都可以看到耶稣的那种影响力的话 你必须要有神的话语 所以宝国这里说 啊,耶稣是凯旋的 我要感谢他 感谢他 第一,他是给了我影响力 第二,他给了我信息 就是属灵的信息 就是好信息 就是福音信息 所以感谢神 阿罗,感谢神 阿罗,真的来到神的面前 得到神给他 新的生命 最后我们看第三 有了影响力 有了神的话语 你必须要有什么呢 要有能力 来看十六节 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 叫他死 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 叫他活 哇,你看 你的香气 你的影响力 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 你会借着神的话语 很多人得救恩 第二,你也会 因为神的话语 有很多得不到救恩 哇,那种影响力 多么的强 不是说我们去传福音 那个听了福音的 那个就得救 不是 我们传福音 我们知道上帝 早已经拣选了他们 如果我们刚好传到 那个上帝拣选的 那么他那个时刻 就得到救恩 如果那个时刻 那个人是得不到 上帝拣选的 你如何的权给他 他也得不到福音 好,在这里 说神的话语 神的力量 能够给我们看到 什么是属于他的 什么是不属于他的 神给了我们这个能力 你觉得很奇妙 神要我传福音 给一个朋友 我很简单的就 给他传了一个小时 跟他讲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来到这个世界 成就了我们 然后我问他 要不要接受主耶稣 他说要 哎哟 成功了 是了 他接受了 哈利路亚 他接受了 可是另外一阵子 你又传福音 给另外一个朋友 你怎样传 怎样传 怎样传 他都 不要接受主耶稣 你以为 哎哟失败了 这次失败了 我告诉你 没有失败这回事 是成功 成功给我们 给我们看到 那位接受主耶稣的朋友 是上帝拣选的 那个不接受主耶稣 是上帝没有拣选的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看到 给我们分辨 奇怪不奇怪 神给我们智慧 什么是正确 什么不是正确 神给我们知道 什么是属于他 谁是不属于他的 神给我们这个能力 可是问题来了 问题就是 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个生命 有没有使用这个神给我们的力量呢 我们如果不去传 如果我们不使用神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又如何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呢 如果我们不祷告 我们又如何得到神允许呢 好多时候我们以为 哎呀不能够的啦 你祷告什么样子都不行的啦 你已经是失败了 因为你不祷告 可是如果你祷告的话 你知道神 祂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 祂能够改变一切的 我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神会扭转一些事情 因为你有祷告 因为你有传福音 你以为那个人不能够接受神的 可是如果你愿意去祷告 愿意去传的话 神的力量 就会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 好 所以第三就是能力 属灵的能力 神给我们属灵的能力 我们再次来看十六节 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 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 哇 这里的智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巧妙 就是说 我们能够得到神给我们这个智慧的能力 来看到什么是不属于神的 什么是属于神的 哪一个是属于神的 哪一个不属于神的 神给了力量 保罗在他的传福音的年代里面 他就是借着这样的鼓励 属灵的鼓励而得刚强 他不找外面社会人的那种智慧得鼓励 他找的是属灵里面的事情得鼓励 在这里面我们已经看了IGP 第一就是影响 影响就是有影响力 我们是有影响力的 不要看低自己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然后G就是我们有信息 我们有神的话语 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 刚强自己 我们每天祷告 每天看圣经 圣经的真理来到我们心中 刚强了我们 然后我们有这个P 就是power 就是力量 力量是从神来 力量帮助我们明白真理 力量帮助我们分辨真理 力量也给我们明白 什么是属于神 什么是不属于神的 所以如果你有耶稣的心 你是很清楚神的心意 如果你有神在保罗里面